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为您分享AWS Lambda的课程 今天是第15期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Lambda的并发限制 对 Lambda它是一个无服务器的框架 对吧 它可以让咱们快速的使用 但是它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咱们不能够肆无忌惮的去使用它 对吧 该怎么使用 Amazon给咱们设置了一个并发限制 也就是说 咱们Lambda函数写完之后 放到生产环境当中 它可以接受到的最大的并发的数量 就是它的并发限制 咱们今天就学学这个知识 好的 咱们往下看 今天的知识也就有一个 Lambda突增并发限制与设置 咱们是可以设置的 该怎么设置 这个地方有个官网 我给大家访问一下 go 这是小马的官网 好 大家请看 在这个网页当中 主题叫做管理Lambda函数的并发 在这个网页当中 给您详细的描述了并发该如何的管理 这个图也是非常的形象 我今天就是借助这个网页的内容给您讲解 好不好 OK 回到咱们的课件 怎么回事 咱们大家往下看 首先说Lambda突发并发限制是这样 它不是说全世界各个区都是一样的限制 Amazon根据不同的区的使用情况 它做了不同的上限 比如说美国西部东部欧洲阿尔兰区最大上限是3000 也就是说同时在一秒钟有3000个县城可以跑 对吧 比如说亚太区 东京区 法兰克福区 俄亥俄州区 最多只能跑1000个县城 对吧 一看这是30001000 说明用户量使用量都不一样 对吧 是这样 这个还真的就不怪Amazon 比如说发达的地区 或者说人数多的地区和人数少的地区 它基础投资是不一样的 数据库的 或者包括这个服务器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上限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是差别化 这个确实是根据当地的需求而定的 当然了 您如果当地您的需求不够了 还可以向Amazon申请提高上限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并发类型 目前有两个并发类型 一个叫做预留并发 听起来非常的难以理解 对吧 看英文叫做reserved concurrency 对吧 它是非常非常难理解的翻译 但是却不难 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 比如说小马在东京区 对吧 东京区默认是1000个并发 OK 那么我现在编了一个函数 我想让这个函数 独占100个并发 剩下其他的N多个函数 只占900个并发 这个就叫做设置预留并发 也就是说 我单独为某一个函数 开一个专区 只有这个函数 可以独占多少个并发 这个叫做预留并发 好不好 OK 但是上限是1000 或者说是3000 对吧 OK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懂的概念 叫做预配置并发 Provisioned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说呀 如果您并发数 怎么着也是不够了 没关系 您呢 可以呢 购买一个 它的单独的服务 对吧 增加这个函数的 单独的使用的线程数 就是说 不占您现在这个1000个名额 对吧 您可以单独的花钱 然后呢 提高您这个函数的线程数 也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呢 我得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两个设置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啊 那咱们干什么 在实战演习的部分 咱们呢 首先建个函数 马上试一试啊 咱们先进入到管理控制台 然后搜索服务的地方 搜索拉姆大 一挥车 好 然后咱们建个函数啊 从头开始 函数名叫这个 咱们选择node.js 其他语言 我也可以给大家做 都没问题啊 然后呢 选择一个执行角色 我到现在为止 一直给大家选的是这个 最强大的 扣马拉姆大肉 是吧 里面咱们已经加了 很多很多权限了 是吧 咱们选择创建函数 很快啊 就创建好了一个函数 没有问题吧 OK 把这个拉姆大名改一下 然后部署 测试保证 咱们现在环境是通的 增加一个测试用力 点击创建测试 完全都没有问题 对吧 OK 接下来咱们就要为它 设置一个预留并发 和预配置 该怎么设置 咱们看哦 咱们点击配置的地方 然后咱们往下走 大家请看 这个位置有叫做并发 咱们点击一下 然后呢 在这一个管理画面中 有两个位置可以设置 第一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使用非预留并发 默认呢 给的是一千 咱们点击上面的这个编辑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呢 就是在设置预留并发 也就是说 大家请看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东京区 大家看我的右上角 对吧 我现在使用是东京区 东京区默认最大上限是一千 对吧 但是呢 我想让我现在这个函数 独占一百 怎么做 就这样 预留并发 在这位置呢 大家请看 如果我要给零 说明这个函数是无法执行的 对吧 零并发嘛 对吧 我如果给它一百的话 大家请看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函数 独占东京区一千个并发当中的一百 这已经是特殊待遇了 对吧 大家请看 我点击完之后 它呢 变成了一百 那么我在设其他函数的时候 比如说 我又开了一个新的函数 那么只能从剩下的这九百当中 再去分 对吧 我已经给这函数呢 默认设了一百个县程 当然这位置啊 这位置我多说一句 在考试中会有这样的题目 就说 如果咱们把它设为零的话 会怎样 对 这函数呢 会被限制 好不好 OK 这个呢 是给这个函数 专门设了一百个县程 那么比如说 咱们现在这个函数需求量很大 那么咱们就要使用 预配置并发 咱们公司愿意为这个函数的多县程花钱 怎么做 咱们呢 就要设置下面的预配置并发 怎么设置 大家请看 点击下面的添加配置 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可以设置这个函数的预配置并发 这个呢 是一个收费服务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我写上一个二百 因为刚刚咱设了一百 所以这地方只能设一百 因为刚才咱们设了一个 它最大是一百 对吧 然后呢 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个收费服务 咱们点击一下定价看一下 是这样 如果您的公司愿意付费的话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算很贵的费用 比如说一百万个请求 大概是0.2美金 还是可以接受 对吧 不管您选的哪个区 应该都不是很贵 比如咱选的东京区 没有变化吗 对吧 每一百万个请求 大概是0.2美金 但是 还要根据您使用的内存量进行收费 因为LAMDA函数 它不能够设置CPU上线 它只能够设置内存 根据您选的内存的容量不同 它会自动增加CPU的效率 这个是LAMDA一个特殊的地方 请您记住 这个在考试中呢 也会出现哦 好 咱们回到咱们预配置的位置 实际上大家请看 这个呢 咱们需要给它一个别名和版本 才能够使用预配置的配发 这个今天我就不给您演示了 是这样 您可以在这个地方设置版本 或者设置别名 同时对这个版本和别名呢 进行预配置并发是没有问题的 说到这儿 您就会发现 这个预配置并发明显是什么 明显用于生产环境 比如说 您有一个生产环境的别名 在这个地方呢 您指定别名 同时给这个别名呢 配置一个预配置并发 让它去独占 我认为这是在生产环境中 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为什么 为了您开发环境 跟生产环境 如果使用一个账号的话 它们之间会互相排挤 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如何设置激增和并发 如果您设置完之后 结果您在运行的时候 报错 比如说 报这个截流的错误 那么如果您在调用 比如您通过API网关 调用到拉曼的函数 并且报了截流错的时候 您就应该知道 您看到这个错误 就要提高并发上线 为什么小马单独 把这个地方呢 粘出来 是因为在考试中 在AW认证中 经常会有这个429的问题 问大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 该怎么办 那么咱们就要选择 提高拉姆达并行上线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拉姆达并发限制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 因为呢 它决定的您拉姆达 这个应用程序能干什么事 您如果比如说 为大家再多说一句 比如说您现在要为当地政府 开发一个新冠疫苗的 预约程序 我就非常不推荐大家 使用拉姆达 在这种服务场合 我建议还是采用 EC2加ELB的做法 不要采用拉姆达 拉姆达呢 会有硬性上线的限制 这个呢 请大家注意 好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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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